早期的老计划 它其实就是做运动输出 相对来讲比较具体的 现在这个老计划 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你可以是有创的 也可以是无创的 也可以是运动的 也可以是情绪的 也可以是语言的 这样一回过来看 你可以认为 几乎所有的老计划研究的 都跟这个老计划有关系的 但是老计划有分不同的层次的 有的做得很围观 你要知道每个神医院 他到底说什么话的 然后你知道他在说什么话的 把他们的那个意识解读出来 然后跟外人去打交道 这个是一种做法的 但这个当然 对于理解机制很重要的 但还有很多人 他那个病不是很严重的 那这个他不需要用 那个有创的方式的 那就需要无创的方式的 无创的方式啊 这个时候信息它就不一样了的 那就是一个宏观的信息的 就老店这种信息的 老店它是一个很宏观的 一个整体的东西的 做这个老科学 我觉得所有做老科学的人 你都可以加入这个老计划的队伍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